肖战赞于古瑶中,这时句原生台词又出现了 耕着有齐田,知者有齐书,虚者有齐鲁,老幼有从依 禽手不曾于,言者无忧据,各尽其才,成骨萌心 我民之安,将如日之恒久,与国之泰,定如心之璀璨 这段台词句句坑强有力,充满了家国情怀和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作为移民观众,我不仅为这部剧的精神内核所吸引 它不仅展现了家国观,也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和利益 这段台词通过对耕着,知者,屈者,以及老幼之间相互一寸关系的描述 强调了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条件,人民团结和共同奋斗 它呼吁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才能,传承古人的智慧,并开拓新的未来 让我们的国家像太阳一样永恒辉煌,像星星一样闪耀璀璨 这个家国观是紫渊先提出的,后来石影再次重申,彰显了他们共同的理念和期望 希望能实现承诺 这段台词彰显了石影对家国的关怀和热爱,令人非常喜欢 这段台词让人印象深刻,它描绘了剧中人物对云荒大陆未来繁荣景象的憧憬 表达了家国观念 无论是紫渊首先提出的观念还是石影再次强调 都表达了他们对家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 石影的胸怀加过天下的情怀令我敬佩不已 这部剧展现了一个东方奇幻世界的同时,却也寄予凡人对于太平盛世的描述 肖战所演绎的台词更是让我对太平盛世充满向往 这段台词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国太民安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 从古至今,多少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盛世景愿而奋斗,牺牲 而玉古瑶以仙侠剧的形式却传达出了这么崇高的愿望 这样的利益令人喜欢 她不拘泥于小情小爱,只是引发了更多深度思考的空间 从玉古瑶的开播以来,石影的角色热度持续上升 已经是战内断层是第一 并且成为战内首个破一千万的古装角色 石影热度的断层不仅反映了这个角色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 也说明肖战将这个角色塑造得十分成功 那么石影究竟有哪些人物魅力呢? 一,恰到好处的形象 首先是角色形象 一身白衣的石影就颠覆了所有古偶男的白衣角色形象 并不是清一色的白衣不好看 而是没用在合适的脸上 以前觉得白衣千篇一律 后来发现是没有发现正确的打开方式 白衣的石影,神亲古秀,鹤骨松子 对于神仆的行礼,她也会寄予回应 虽然是个不染凡尘的神官 高冷,但不是面无表情 你能从细微处看到她的情感变化 与各种待人接物的反应 二,三观正,注重品德的修行 众名以春雨之事咬杀朱岩时 她说了句 春雨之事再远,而做人值得在前 第一次看到仙下男主会注重品德的修行 她从不亲切生命 以平等的思想看待众生 对于朱岩的教导也多是以鼓励为主 很少责备 这侧面又反映了她性格的稳定与包容 石影同时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许多仙下居往往都是嘴里喊着责任 实际又并非如此 而石影的责任感再疲再骨 再言再行 她将这份责任奉为归孽 她侍奉神明 是要守护空丧 不入红尘 甚至可以狠心消除有关朱岩的记忆 并废去法术重新修行 在她眼中为了守护空丧 个人情爱皆可放在一边 她如高山之雪 凝结时不轻易让人接近 而融化时以纯净和清凉滋养人 我不知道她算不算一个合格的爱人 但绝对是个很好的师父 她知道青刚有着特殊任务 可她仍替她解读 又进行书法指导 对朱岩也是各种认真的教习 严格的殉道 第一次在《线下剧》里看到 不以推动感情发展为前提 正儿八经的教授宣法 三 坦诚 不会自我蒙蔽 在与朱岩一起看到了火烧云时 她与心自问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了炎儿 看到这里 我以为起码自证心意还要花个两三级 或者还需要大肆命的缩合 没想到下一刻她就主动承认 动了反心 愿受不尽之法惩戒 兵弃残念 她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场面 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 是破碎与坚韧的柔和 不过转您一想 这就是石影 喜欢就坦然承认 她自认有错 便直接接受惩罚 她不会自我蒙蔽 推脱责任 她也不会否认自己的喜欢 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 在这点上就胜过了很多孤独男主 四 前后有反差 人无立体 没遇到朱岩之前 石影给人的感觉是高冷 严肃 不够言笑 遇到朱岩后 她就开始有了笑容 其实深度剖析这个人物 会发现石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领之花男主 她约摸一二十岁的年纪 就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的坎坷 在这样的年纪 本该说是有着少年一起的 可她却是多数时间都窝在山谷里修行 朱岩的出现才让她的生活有了些许变化 与其说是朱岩改变了她 不如说是石影本来如此 她就应该是热烈而明媚的 是意气风发的 不受约束的 朱岩的活泼无意间感染了她 让她的本性外化于形 剧情与她后面 越能看出她前后的反差 从女主逃避成婚与她斗嘴说 下一次成婚一定赶上 再到书法高就是了不起到将发言 还有装起病来毫不违和 这些其实都能看出她的原本性格 这也说明她并不完全是纸片化的人 而是鲜活生动的存在 玉古瑶时影结局VS远助时影结局 你更喜欢哪一本 玉古瑶大结局对比小说改了很多 剧中是因为了朱砂破坏神 把这个魔神引入了自己的体内 把玉古给朱研 使朱研杀了她和破坏神 时影在朱研怀里烟消云散 一年后朱研站在 楚剑时影的雪寒微花下 转身看到了白衣的时影 这个镜头两人思目相对 时影一动不动 四季时影临死前对朱研说的 每一年雪寒微花开的时候 便是我来看你了 观众愈发觉的这是幻想 只是朱研思念时影出现的幻想 时影没有回来 第一次可以复活是因为有身体 有时间 有大肆命护法 朱研也确实动作了 可是第二次什么都没有 所以时影的一生都是悲剧 小时候爹要杀她 长大了又逃不出欲言和命结 最后彼此为云荒荒 炒虚名七十年 虎离树生林 免于此次的肚炭 但是她到底改变不了 过云和自己的命结 这样看来 时影的一生就是一首晚歌 注定悲剧 但是奢侈护苍生 力生华 时影也算死得起作 只是让入戏的观众容易哭到 现在停不下来 原著小说朱研中 则是让时影没有死第二次 作者还是比较爱时影的 最后她让她成为皇太子 摄政王 然后和朱研平分朱研的手术 小说中只有朱研那一次 算适应了命结 然后后来对战兴村地和破坏神 大肆命和崇明牺牲了 时影和朱研奄一息 但是没有死 被后续赶来的赤王 白王救了 时影被大肆命杀了 清妃被帝君杀了 时影下山是为了皇室和天下 不是单纯为了和朱研长相厮守 下山后接受了皇太子的位置 但是因为公僧皇帝 娶百家女儿为后 所以放弃了皇位 立了时影的一父子为帝 他为摄政王 大肆命也不是为了保护时影儿子 他是为国斩杀 叛臣亲王时被新尊帝 破坏神兵族人杀了 说实话 我更喜欢小说 剧版把时影下山 单纯改成之为和朱研长相厮守 真的是有些难以让人接受 国家这么乱 他为了和朱研的爱情 不惜法术进食 还连累 大肆命为救他死了 真的是让人觉得龙头蛇尾 剧版给朱研 叫了好多戏 让他和男儿 还有一段 两个人在一起 还有指缘 朱研 时影 轮番被破坏神附体的戏份 真的是有的演员 演技不是很到位 很难让人有代入感 只会觉得好尴尬 还不如原著小说里 是影回宫 北冕地向白王 赤王脱骨 大肆命诛杀叛臣 是影可冲鸣上白塔的剧情 理解古偶或者捧新人 但是这剧情和演技 真的是让人感觉味道变了 而且让朱研演员 一人分尸两绝 小说里 行村地和时影几乎一模一样 距离却没让小战 一人分尸两绝 也是让许多网友遗憾 要知道很多观众 对这剧女主的颜值 本来就看不下去 拼拼跳过 所以也是让许多观众 不理解这一配置 不得不说 剧版编剧 对配角施鱼和崇明等 都善良了许多 可为什么唯独 让时影这么悲壮 悲壮到一无所有 还有剧中 她私命看时影 不愿意报仇 就自己去找北冕地 给时影和平嫣 白反了 就这么简单 也不交代什么 那咋不之前 就自己这么干 但是原著小说里 就有交代 而且北冕地 自己也有动作 就合理了许多 时影最上说 这不认爹 只是少死命 但是下山之后 对于殿下身份 却没有一句拒绝 就有点违和 但是小说里 时影回宫 别认了父皇 接了崇立太子的圣旨 就更加顺畅一些了 你怎么看待呢